电影爱瞎看陪你看大山 欢迎来到瞎间看 我是老二 有些事情看到的不一定是真的 有些选择或许从一开始就是错的 人总是会被眼睛所欺骗 但实际上内在的东西才是最重要的 今天咱们来看2002年上映的香港三段式恐怖片 OFACE有鬼 深夜的大厦中一名女子跌跌撞撞的跑出了办公室 她一边逃命一边呼救 身后似有厉鬼要取她性命 终于逃到大厅时 大厦的旋转门竟然出了故障 女人满手是血绝望的拍打着玻璃 可外面的保安却如同听不到一般 猛鬼到来女人血洗当场 听闻每逢七月鬼节 这栋诡异的大厦都会死去九个人 年年如此没有例外 新入职的佩特就在这栋大厦的证券公司上班 刚来就听老员工谈论这里的鬼故事 正巧遇上了同在这里工作的前男友阿均 阿均与佩特打完招呼 还与旁边的美女阿珊对视一眼 等两人寒暄完一旁讲故事的人 竟然全部消失了 佩特纳闷的进了电梯 却碰到了一个奇怪的白发女子 她似乎受到了惊吓 躲在角落里瑟瑟发抖 并且嘴里还一直念叨对不起对不起 而这个白发女似乎就是传说中的女鬼 这莫远让佩特心里毛骨悚然 急忙加快步伐离开了电梯 回到办公室后 同事也告诉她这栋大厦邪得很 佩特害怕的不想再听 于是去了厕所 可没想到诡异的事情再次接踵而至 一个蓝衣女人站在最后的隔街门口 似乎在和里面的人谈话 并且不断发出甚人的笑声 更古怪的是蓝衣女人一直点着脚尖 但佩特并没有放在心上 转身离开了 同事告诉她这楼的卫生间不大干净 最好还是去楼下的比较好 话音刚落 方才的蓝衣女人脸上挂着诡异笑容走了出来 依然是点着脚尖 佩特心生疑虑 但不想多事 她转身来到茶水间接水 接着接着 茶水竟然变成了鲜红的血液 但恐怖并没有结束 整栋大楼突然发生剧烈的震动 一旁的墙壁凭空割裂 佩特胆战心惊的捂住头 惊恐的看着眼前的一切 可等回过神来 周围又恢复了正常 难道是她的错觉吗 还没来得及多想 一声尖叫将佩特吸引过去 那个蓝衣女人竟然用脖子坐起了引体向上 而她脸上还挂着那诡异的笑容 身旁的墙上正有着一条裂缝 代表着第一条人命 佩特被吓得不轻 花心上司急忙上前安慰 恰巧被上司女友看到 现场立刻充满火药味 可佩特全然不知 她依然沉浸在恐惧中 围观的人中有人恐惧 可也有人趁机起哄 最起劲的当属Richard 碰见这样的是 他第一时间想到的是 能够以此为由要求物业降租 Richard是一名玩世不公的花花公子 继承了父亲的财务公司 他与父亲治理公司的理念不同 什么仁义道德都是浮云 只有赚钱才是真道理 就连老主顾Richard也不放在眼里 发小阿清一直在他跟前拍马屁 甚至还当上了狗头军师 他提议想办法解雇 一直勤肯工作的玛丽姐 因为玛丽姐马上到了退休年龄 到那时退休金将是一笔天文数字 为了不承担这笔巨资 Richard刁难玛丽姐 安排她去家里打扫卫生 以此逼迫她自己辞职 没想到玛丽姐竟然爽快的答应下来 夜晚Richard和女友露露亲亲我我 完事后要求玛丽姐给自己再做一顿饭 善良的露露看不下去 嘱咐Richard不要这样对玛丽姐 可她却丝毫不当回事 正巧此时朋友打来电话叫Richard去酒吧 好面子的她随便找了个理由 搪塞了露露便出门了 好心的露露找到玛丽姐带Richard道歉 可玛丽姐并不放在心上 因为她从小看着Richard长大 无论怎样都会尽心尽力帮她 两个女人不谋而合 准备携手改变完事不公的Richard 酒吧里虎朋狗友们忽悠Richard去泰国 可她还想着辞退玛丽姐的事 这时阿清主动请英 承诺在她回来前一定解决此事 就这样Richard几人踏上了泰国之旅 一日清晨 上司女友因为昨天的事和佩特闹了起来 不过佩特全然不当回事 因为她对上司根本没感觉 可当她上厕所时 上司女友竟然站在最后的隔间门口 同样对着里边傻笑 同样点着脚尖走路 更为奇怪的是 佩特说的话她似乎听不到一般 等到上司女友离去后 佩特鼓足勇气去最后的隔间查看 而那隔间之中似乎有什么东西在盯着她 还没等她弯腰看清楚 老板就打来电话叫她开会 原来因为公司内部调动 需要佩特和同事负责替补夜班工作 佩特虽然不情愿 但还是硬了下来 突然一声尖叫传来 众人立马赶去围观 竟然是上司女友意外死亡了 她趴在打印机上满脸是血 身边的墙壁上有个鲜红的二字 代表着第二条人命 佩特作为两名死者生前最后的目击者 情绪很是崩溃 她将诡异的情形如实讲出 但是等警察过去查看时 那最后的隔间竟然只是杂物间 什么都没有 一旁的财务公司却没有关注这件事 此时的阿清正在和玛丽姐私聊 玛丽姐明白她的意图 她并不在乎这点钱 于是主动提出辞职 大家都为玛丽姐抱不平 但她一心只为Richard 嘱咐大家准时上班好好工作 接着还邀请大家下班后聚餐 为自己践行 傍晚时分佩特又去上厕所 结果刚开门就看到那个可怕的白发女鬼 吓得她立马跑下楼上厕所 但尴尬的是她没有钥匙 好在碰到了在楼下工作的八姐 她和同事聊着最近的去世 可同事却对她置之不理 八姐告诉佩特 自己在最里面的皮鞋公司上班 她热心的开了门 还答应给佩特配一把钥匙 晚上八点 佩特接到八姐的电话 八姐声称自己今晚加班 佩特钥匙已经送了过去 还与佩特约了12点的夜宵 快到12点时 同事突然接到电话 她老公出了车祸 急得她连忙赶往医院 这时的公司里只剩下佩特一人 办公室里昏暗的灯光忽然忽明忽暗 一阵阴风同时吹过 接着打音室里突然闪烁起诡异的绿光 佩特战战兢兢的走过去 发现原来只是打印机无故打开了 她鼓足勇气直接拔掉了插头 可当她离开时 打印机的盖子竟然凭空合上 人一紧张就想上厕所 此时的佩特正是如此 她直接来到楼下 但是厕所门怎么也打不开 还把钥匙凝断了 无奈只好去求助八姐 可皮鞋公司竟然空无一人 就在这时 远处似乎有什么东西在靠近 佩特赶紧回到楼上 可内急的感觉愈发强烈 她想了想 还是没有开厕所门 可当她刚一转身 厕所门竟然自动打开了 里面闪烁着诡异的绿光 一阵阵恐怖的低吼声随之传来 佩特啊的一声尖叫 急忙跑回办公室 她死死的捂着眼睛蹲在地上 可当她再次睁开双眼 竟然发现自己来到了那闹鬼的厕所中 而那最后的隔间里 不断传出诡异的声音 一双血淋淋的鬼手猛然从中叛出 佩特含毛乍起 飞翼般逃离了厕所 正巧此时 八戒提着夜宵上来了 她还没弄清楚情况 就被凶猛的厉鬼抓走了 听到八戒绝望的求救声 佩特深吸一口气 拿着利服气势汹汹的冲入厕所 直面那最后隔间中 恐怖妖艳的蓝光 她心里虽然害怕 但还是一步步走了过去 她鼓足勇气踢开了门 却不想 里面竟是已死的蓝衣女人 上司女友和八戒 三人脸上挂着阴森慎人的笑容 直到第二天早上 证券公司的新人在洗手间发现了佩特 她正对着最后的隔间诡异说笑 而后同样点着脚尖离开 昨晚一起加班的同事正在和前台闲聊 她老公的车祸逃过一劫 但邪门的是撞死的五个人 全是大厦里的员工 两人聊的热火朝天时 佩特突然如鬼魅般走过 紧接着一阵喧闹声传来 佩特正站在打碎的玻璃前 旁边的窗户赫然有一个鲜血淋漓的疤 不顾同事的阻拦 佩特面带微笑的跳了下去 楼下瞬间围满了人 可来上班的阿均却没有在意 在等电梯时再次碰到了阿珊 而那传说的女鬼白发女也在这里 并且一直盯着阿珊 恰巧此时电梯同时到来 阿均果断的选择了阿珊这边 碰巧两人在一家公司上班 阿珊在收发部 负责人是老板的小舅子 很喜欢骚扰漂亮女孩子 阿珊一直拒绝她的邀约 所以被强加了许多工作 不仅如此 女同事对阿珊也是视若无睹 仿佛她就像空气一般 阿均看不过去收拾了精力一顿 可这并不能改变阿珊需要加班的现实 贴心的阿均下楼为她买夜宵 可刚进大楼 就看到白发女站在二楼阴森的盯着自己 片刻后又消失不见 阿均刚回到公司就看到阿珊在哭 她声称自己自小有阴阳眼能够看到鬼魂 现如今恶鬼找上门想要找她做替身 而恶鬼正是那位行为怪异的白发女 正巧这时白发女突然出现在门口 阿均转身就要追上去 却被阿珊拉住 两人就此度过一个美妙的夜晚 另一边贪玩的Richard刚从泰国回来 他向公司打去电话却无人接听 于是立马赶了回来 一看玛丽姐竟然还没有被解雇 Richard立马叫来阿卿 但阿卿劝她把退休金照偿给玛丽姐 但却换来了一顿臭骂 办公室里的人都无精打采 露露也对Richard爱搭不离 到了晚上 玛丽姐还在Richard家里做家务 Richard想要和露露激情一番 但发现少了些东西 只好亲自下楼去买 结果碰见了阿卿的妻子头戴白花 似乎家里有丧事 女人怒斥Richard出了事 还能这么开心 Richard一脸的懵逼 等回到家后 却发现露露和玛丽姐全走了 她只好郁闷的来到酒吧 正好遇见了提前回来的朋友 她惊讶的问Richard 公司的五个人出事了 怎么还有心情在这里喝酒 可Richard今天才见过几人 她只以为朋友在胡说八道 但朋友却斩钉截铁的承诺 明天发邮件给她看 上班后朋友果然发来了邮件 报纸上刊登了一场夺命车祸 死者赫然就是公司里的五位职员 Richard越看心理越毛 他赶紧趴在窗户上观察 转身下邮件神秘消失了 Richard突感异样 于是马上给朋友打去电话 却不料朋友竟突发心脏病住院了 感觉到不对 Richard去找了大师 他想确定公司里的人是不是真的死了 大师给了他一瓶牛眼泪 Richard想求护身符 可大师却告诉他 生前和他有恩怨的人 上天会给他们机会了结心愿 而护身符对于这类鬼是没有用的 大师嘱咐Richard 这些鬼没有要害他的意思 只要他满足他们的需求和心愿 这些鬼就会离开 自己的事情自己搞定 如果搞不定的话 再来找大师 虽然害怕Richard还是拿着牛眼泪离开了 回到公司后 已是黄昏 他按照吩咐抹上了牛眼泪 结果办公室的场景令他亡魂皆冒 里面每个人脸上都挂着鲜血淋漓的伤痕 桌子上的食物已然腐臭 转身下屋里布满了蜘蛛网 Richard的瑟瑟发抖蜷缩在角落里 就在这时 眼球突起的玛丽姐端着咖啡走了进来 Richard的强装镇定坐到了椅子上 不曾想 玛丽姐低头加糖时 那颗害人的眼球竟然掉进了杯子里 在玛丽姐的威逼下 Richard的强人恶心抿了一口 可恐怖还没有结束 满脸伤痕的露露又走了进来 还坐在Richard的腿上 想要和他亲你一番 惊魂未定的他随手喝起咖啡压惊 但却又回想到里面有一颗新活的眼球 把Richard吓得差点吐出五脏六腑 他借口上厕所 非一般逃离了办公室 等到了楼下 又一个职员闪现而出 要把电话给他 Richard哪还敢多呆 转身就跑回了家 此时玛丽姐明白 他已经知道了一切 跑回家的Richard立马钻进了杯子里 听着不停响起的门铃 他心里一股寒意油然而生 但实际上外面只是来救他的大师 迟到大师走后 Richard才小心翼翼的走过去查看 不曾想恐怖的玛丽姐突然出现 他急忙躲进了衣柜里 玛丽姐知道Richard小时候喜欢捉迷藏 他不在床底就在衣柜里 就当他们走向衣柜时 Richard冲了出来跪地求着 不过玛丽姐却没有为难他 而是讲述了事情的缘由 原来五个人在他离开后就因车祸去世了 留在这里只是放心不下 担心他不能好好运转公司照顾好自己 所以他们才会留下几天 露露也说出了自己的真心话 他是真心喜欢Richard而不是为了钱 希望他以后遇到好女孩可以好好珍惜 直到Richard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准备重新做人 五个鬼才消失在白光之中 看来大师说的果然没错 五个鬼并没有要害Richard 同样找到大师的还有Arkin 原来Arkin想带阿珊来找大师 但阿珊中途接到经理电话赶了回去 大师告诉Arkin 阿珊已经被厉鬼缠身 需要尽快辞职离开大厦 鬼找的替身一般都是认为自己没用的人 他们无法杀人 只能利用恐惧和幻想支配人去自尽 别让鬼影响你的脑袋和思想 这样你就会平安打击 Arkin对此一知半解 他想劝阿珊辞掉工作 可他还有一家老小要照顾 尤其是要照顾他心爱的弟弟 第二天Arkin突然收到了一封邮件 提醒他快点逃离办公室 起身环顾四中 Arkin发现白发女正在阿珊面前 他立马冲了过去将白发女赶走 阿珊心里坠坠不安 他说白发女刚刚以家人和Arkin的生命作为威胁 逼迫他去坐替身 但Arkin安慰他不要害怕 明天约了大师来解决 可Arkin心里还是担惊受怕 每次心情郁闷之时 他都喜欢去看看弟弟 这样心里的乌云就全部消散了 于是贴心的Arkin陪着他来到了幼儿园 就当两人看得开心时 白发女突然出现带走了弟弟 Arkin想要上前阻拦 结果急火攻心晕了过去 Arkin赶紧跑进幼儿园 告诉校长有个小朋友被女鬼抓走了 这时阿珊醒了过来 强行拉着Arkin回到大厦 他宁可牺牲自己 也不愿连累自己的弟弟 Arkin向大师打电话求助 大师叮嘱Arkin 千万不要相信鬼的话 他随后就到 在公司的柜子里 阿珊发现了弟弟的校服 上面赫然写着新红的字样 天台骇尸 此时的大师因为车祸被堵在半路 Arkin与阿珊相拥在一起 承诺自己会保护他 这是一阵阴风发作 白发女突然出现在角落里 Arkin没有多想立马追了上去 到楼梯间时 一滴鲜红的血液滴到了他的头上 抬头望去是一个大大的死字 Arkin立马意识到阿珊有危险 可办公室里早已空无一人 只留下了那件校服 Arkin立马转身冲向天台 可到了之后仍然不见阿珊的身影 转身之下 阿珊出现在身后 可一阵鬼魅的邪风将两人分开 阿珊跪地大喊 祈求不要伤害Arkin 他宁愿去死去做替身 紧接着一股怪力 突然拉着Ar珊冲向了天台边 他用尽全身力气反抗 但却丝毫不起作用 就这样 Ar珊无助的坠下楼去 嘴中还深情的呼喊着Arkin Arkin见状连忙扑了上去 不曾想 他整个人竟然直接穿过了阿珊的身体 阿珊悬浮在空中邪美一笑 动得一声巨响 Arkin从高空坠落 重重摔在了车上 可他竟毫发无损地站了起来 这时白发女带着弟弟缓缓走了过来 Arkin刚要破口大骂 白发女悠悠地提醒他回头看看自己 身后的车上赫然就是Arkin 鲜血淋漓的尸体 原来他已经死了 白发女缓缓道出所有真相 鬼最会撒谎骗人 从乘坐电梯的那一刻 Arkin的选择就是错误的 阿珊才是找替身的厉鬼 白发女才是那个拥有阴阳眼的人 经过白发女的提醒 Arkin才回想起 Ar珊从未遇人说过话 而小男孩则是白发女患有自闭症的弟弟 两人自小就有遗传病 白发女从小就有白化病 他们家承包这条街的清洁工作 他因为模样下人负责夜班工作 所以很少有人见过他 不过倒有许多厉鬼找上白发女 他们个个凶狠无比 不允许白发女提醒被选中的替身 而那天他在电梯里哭泣 正是因为他不能救人 而产生了内疚心理 第一天上班时 讲故事的老员工全是厉鬼 所以才会突然消失不见 每年大厦都会死去救人 刚好Arkin是第九个 交代完这一切 白发女留下了伤心的泪水 Arkin也消失了 时光荏苒一年过去了 曾经年寿轻狂的Richard 已经成为了一名合格的老板 而Arkin的鬼魂也来到了电梯里 寻找自己的替身 全篇完 本篇是类似于阴阳路的经典三段式结构 三个办公室里的三个故事串联起来 编织出一栋大厦里的鬼 找替身的连续故事 看似是鬼者未必是鬼 和你有好的却可能是虚情假意 只是为了拿你当提身 第一个故事最为恐怖 想必许多人也感同身受 就是卫生间的幽闭空间里 你也一定在某个夜晚恐惧过 那种想逃可又无处可逃的境地 让人恐惧并且无望 鬼能够影响人的思想 说明只有佩特一个人能够看见巴结 而巴结打电话和送钥匙这两个环节 应该全是佩特的幻觉 电话没有响过 钥匙也是不存在的 所以才会有了钥匙断了打不开的结果 再加上后来对佩特心理上不断的折磨 佩特心情到了绝望的境地 巴结才有能力控制她的行为 第二个故事偏温情和滑稽 龙婆出马饰演了玛丽姐 给这段故事加了不少分 办公室里的几人生痕装比较出彩 尤其是龙婆的鬼装比较害人 眼珠掉进咖啡杯里那段最为甚人 故事氛围虽然有些恐怖 但原本以为会害人的鬼 却只是想要帮助Richard 成为鬼还帮他做公司的收尾工作 唯有他重新做人 几个鬼才肯离开 最后的五个鬼的交代最为温暖 也有警醒世人的作用 珍惜眼前人不要虚度年华 第三个故事亮点在结尾的反转 情理之中意料之外 阿均一心想要保护柔弱的阿珊 结果阿珊才是要找替身的厉鬼 从一开始阿均的命运就已经注定 毕竟谁不喜欢美丽柔弱的女子呢 由外表控制行动和思维 这是人性也是本能 整部恐怖片有些反套路 越是害人的鬼 反而没有害人的心 看似是好人的 反而是满口谎言找替身的鬼 最后结局九个人凑够人数 进入恶鬼轮回 这也告诉了我们大家一个道理 不要以貌取人 要认识人的内在 小伙伴们最喜欢哪个故事呢 欢迎在评论区告诉老二哦 Berry recommended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